不過為難我們的特警雕架 都算是出了一口惡氣 是呀 真的是舒爽 我也看不慣那個死牛一邊頸的特警隊長 那你就覺得爽了 難道你忘了我們還有三顆炸彈還沒找到嗎 沒有剛才說的這句話 立刻就鎮住惡明和五毅了 的確呀 現在不是放鬆的時候 毅人武反而大笑起身 看看你兩條彈散 這樣就將你嚇住了 快點開車吧 接下來我們還要去九眼橋 惡明吐了一會兒才傻間間反應過來 立刻趕快塌著一部車 這部車才走幾百米而已 毅人武忽然之間就說了 咦 不對呀 這次真是糟糕了 嚇到惡明一個急煞車 毅人武差點頭都撞爆了 咦 毅先生幹什麼呀 你倆用不著騰了雞 我肚子突然告訴我 很餓呀 你們不餓嗎 我們還是去吃點東西吧 唉 吾講的游志可 一講起 惡明和五藝的肚子都鼓鼓聲地叫起來 老實說 炸彈帶來的緊迫感 令他們三個人都忘記了肚餓 就連藝人武都差點忘記了 雖然他的嘴巴說不急而已 但好像藝人武這種靜靜中中的食貨 現在到了下午的兩點鐘了 才想起他沒有吃飯 平時肯定不會的啦 接著藝人武就指引著惡明 開車來到一間叫做二姐姐的麵館 他們幾個人簡簡單單地吃了碗麵就算了 真是很難得的 藝人武在午餐上可以吃得這麼隨便 他是一個好講究的人來的嘛 不過雖然午餐就簡單了一點 但是不代表藝人武選的這間麵館 不碰檔喔 這間麵館的味道是超級正的 只不過惡明和五藝兩個人 就吃之無味 他們兩個人的心思 完全就是跟著下來的炸彈上 很快他們三個人 一顆聲都不出就吃完那三碗麵了 走吧 我們繼續向著九眼橋出發 九眼橋也很大 那我們是去哪裏呢 我明白啊 你應該知道去哪裏的啦 我知道嗎 把你腦裡的狗屎垃圾全部丟掉了 你認真點再想想 這個時候雖然武真的很想敲一下惡明的後尾枕 幫他開一下笑 我想一下 嗯 我想起你說的那個地方了 那個地方好像只有雖然武和惡明知道 而五藝現在還是整面吐吐吐吐的 沒錯 那個地方他們兩個再熟悉不過了 是藝人武和惡明第一次見面的地方 號稱九眼橋奇蹟的奇蹟酒吧 在這個神奇的地方 沒有第二間酒吧 好像這一間酒吧一樣 每晚都人氣爆破 就在去奇蹟酒吧的路上 惡明就問了 藝先生啊 你是怎麼知道白虎一定會把炸彈收在奇蹟酒吧呢 夜晚的九眼橋無論把炸彈放在哪裡都足夠死傷一片 何必是非要放在那裡呢 白虎一直想堆壞我 但是都堆壞不到 就沖著奇蹟兩個字 他一定會把炸彈放在那裡 我也不明白 是你們不了解白虎了 對於我這些遊走於黑白之間的人 每天可能都會跟死神擦身而過 要想有命留到今天 知己知彼是很重要的 這樣才可以在他做的每一個決定之前 我都可以搶先一步 柯明和武藝兩個 似董非董的樣子 他們聽得明白的是 什麼也沒所說的 是什麼事都走在對手的前面 而不明白的就是要怎樣做才可以做到 很快奇蹟酒吧就到了 這個時候的酒吧還未到營業時間 A人母就快快脆脆地走到門口 對著入面就大聲喊了 喂 小王 小王啊 小王是誰 小王就是奇蹟酒吧 從開業以來資歷最老的waiter 小王從酒吧入面走出來 恭恭敬敬敬地說 大先生 你來了 小王啊 炸彈找到沒有 找到了 嗨 各位聽友 歡迎你收聽奇精二案 我是C.C.宇 在故事裡頭我是飾演 毒死自己老公的 韓少君 以及 很正義的女警 林彥 雖然兩個角色都活不過兩集 不過都很開心 可以跟這麼多位主播學東西 我也有自己的專輯 沉默的證據 以及新推出的 貓 歡迎大家踩上去留言評論 這集已經播講完畢 下集更精彩 多謝你們的支持 第120集 去把炸彈拿給我 好的 我現在就去拿給魏先生 蛤 炸彈這樣就找到了 沒錯 咦 是藏在哪裡 這樣就找到 那個炸彈 就藏在廁所馬桶裡面 酒吧每天搞衛生的時候 唯一沒有檢查到的 就是沖水馬桶裡面的水箱 那個罪犯 只需要炸家衣去廁所 就可以偷偷把炸彈 收在馬桶的水箱裡面 真是小儀貨 我來的時候 發了一條訊息給小王 叫他先把炸彈 先找到出來 聽見魏仁武說完之後 惡名和五藝兩個人 還在吐著 都來不及做表情 都來不及給反應 那個小王就已經 把土製炸彈拿出來了 那個炸彈 跟其他幾個炸彈 是一模一樣的 還是用黃色的膠布 綁著滴滴答答響的計時器 藝人沒有禮手 接過這個炸彈之後 轉身就走了 都沒有跟小王打聲招呼 藝先生啊 那我們要怎樣處理這枚炸彈 要不要拆掉它 先不拆住 那個炸彈留住 還有用 你是說要把這枚炸彈放在我的車上 是啊 你說得對 NONONO 我堅決不同意 我又不是徵求你的意見 我是告訴你 藝人母將有鴿蟲的後座車門 打開了 然後就把炸彈丟到後座位 然後又悠哉悠哉地慢慢走到副架座位坐下 惡名也快快脆脆地回到車上 拉著藝人母便說 喂 吳藝先生 你怎麼可以這樣 以一個一枚炸彈 萬一一個不小心爆炸了 那我們三個怎麼辦 如果是這樣的 死就死吧 有什麼好害怕 吳藝先生 你不可以這樣不負責任 我不管 開車 藝人母便不理三七二十一 歪了臉看著窗 要說硬頸 又有哪一個可以硬頸過我們的神探藝人母才行 這個時候 五藝也都驚驚青青地上車 本來整個後座都是他一個人坐的 但現在他就驚青到縮在角落頭上 只不過他都收不到幾多地方 因為那顆炸彈被藝人母放在後座的正中間 那留給五藝可以坐的地方就不太多了 沒辦法了 又說不說藝人母 岳明就唯有任由這顆炸彈放在他的車上 跟著岳明踏著車 下一個目的地是火車東站 成都的火車東站 是國內六大紐書客運之一 也是中國中西部最大的火車站 裝修豪華程度 甚至超過成都的雙流機場 因為早上火車北站發生過爆炸 作為客運的紐書 公安廳就派了很多人手 對這個火車東站 進行大規模的架炎 現在整個火車東站 就五步一缸 十步一勺 藝人母他們三個人 就站在火車東站的東廣牆 在這裡的空氣中 都可以黎曼住一陣很緊張的味道 藝先生 你覺得這樣的氛圍之下 連蚊子都很難飛進去 會不會收到炸彈呢 那個炸彈一定收到某個角落 如果早就找到的話 那新聞也有報導 那炸彈這次又會在哪裡呢 我不知道 阿武藝和惡明兩個人 聽到藝人母說不知道 他們簡直就不相信 因為這一路上 他每次都很順利地找到炸彈 有什麼可能會衰在 找倒數第二顆炸彈上面 所以他們就想 有什麼可能會卡在 找倒數第二顆炸彈上面 但是 藝人母沒有說謊 他這次真的不知道 在這個嚴格的防死手下 還有這麼闊落的火車東站 會有什麼地方 不會被人發現的呢 藝人母現在 站在東廣場的正中間 整個人動都不動 就皺著眉頭 閉上眼 陷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沉思 而藝人母這一種 閉上眼 在思考的狀態 就連惡明都是第一次看到的 他之前就是看到傳開 有這樣的思考方式 武藝本來還想追著藝人母來問的 但是 就被惡明阻止了 武藝看到惡明 他只會看大隻眼 眼睛睛掘緊他 不停在這裡靈頭 他就明白現在 千萬不能打擾藝人母 這個時候的藝人母 就好像進入了一種 冥想的狀態 他的五官和思維 忽然之間變得很敏銳 他似乎可以感受到 周圍每個人的心跳聲 亦都可以聽清楚 他們在說什麼 就連風的流動 空氣中的水分 都可以很清晰地 感覺到 而且 他現在的思維 亦都開始活躍起來了 他的思維就好像 靈魂出竅感 忽然之間跳出了他的驅殼 就好像蛇一樣 開始穿進火車東站 東廣場那些洞洞洞洞洞洞 穿梭在廣場的表層 再來到東站的第二層 沒錯 東站地鐵站 在地鐵站的下面 所有的角落 都全部裝上安檢 根本不可能是放炸彈的 跟著魏仁武的思維 又開始穿進火車東站的福地 而這裡 就更加不可能有炸彈的存在 正如鄂明剛才所說 在這裡 根本連隻蚊都飛不進 最後 魏仁武的思維 只是總結出一句話 火車東站 根本就沒有炸彈 如果這樣說的話 東站沒有炸彈 那炸彈又會在哪裡呢 難道魏仁武這次 真是搞錯了 那炸彈根本就不在火車東站 那白虎又會把炸彈 藏在哪裡呢 不對不對 第五個炸彈一定在火車東站 再沒有任何一個地方 比這個地方更加適合 白虎是一個不服輸的人 他絕對不會因為這裡 戒備森嚴 就不把炸彈放在這裡 他一定有辦法把炸彈 按時放在火車東站 爆炸的 那到底是甚麼辦法 到底是甚麼辦法 火車東站 他根本沒有炸彈 魏仁武忽然之間 張開眼 他 想到了 魏先生 你想了半個多小時 你是不是想到甚麼了 魏仁武 就沒有回答惡明那個問題 而在附近 找了一個廣場上面的特徑 就問他 你好 我要見你們的負責人 蛤 是我 魏仁武 我需要見你們的負責人 找我們負責人 有甚麼事 聽到魏仁武這三個字 特徑當然是聽說過 而在成都的警察圈子 是很難有人不知道魏仁武這個人 但是 也不能因為他是魏仁武 就隨隨便讓他見負責人 那麼 任何一件事 都要有一個 很合理的理由才行 事態緊急 在這裡說的話 可能會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我必須要親自 和你們的負責人說 那 我馬上去聯繫一下我們大隊長 很明顯這個年輕人特徑 是被魏仁武 剛才所說的那句話 嚇倒了 然後特徑就馬上走到一邊 背部就對著魏仁武 拿出自己的對講機 揍著眉頭 不斷對著對講機在這裡說 沒過多久 特徑就回來說 我們隊長說 想見魏先生 聽聽魏先生有甚麼高見 我們走吧 剛才這位年輕人特徑所說的大隊長 是一個看起來精精神神 高大威猛的男人 他就在火車東站的保安室裡面 監視著東站所有的監控視頻 他一看見魏仁武 立刻就 摸著腰伸開手 準備跟魏仁武握手 真是沒想到魏先生居然大駕降臨 真是有失遠形 這位特警隊長的態度 就跟省體育館那位特警隊長的態度 是自然不同的 他們一個是謙卑有禮 另一個是驕傲自大 原來是你啊 李Sir 啊不是 應該叫李隊長才對 你們認識嗎 哈哈哈哈 誰知認識那麼簡單 魏先生是我救命恩人來的 哦 發生過這樣的事嗎 說回頭 已經是五年前的事了 當時李隊長 還是一名普通的特警隊員 他們特警大隊 協同林隊長的重案第二支隊 一起破獲一宗緝動案 誰知不小心 中了一群毒匪的埋伏 是啊 那個時候的魏先生 好像天降神兵一樣 都不知道在哪裡捐出來 就已經去到敵人的後面 就捉了毒犯的首腦 徹底拯救了那個案 拯救了我們 過了去的事 就不要再說了 我們還是說一下 現在的這件事先 都對的 魏先生 你這次來 到底是有什麼事 相信李隊長 都要聽說我今早火車北站的爆炸事件 沒錯 我知道 匪徒安置了的炸彈 不單只有火車北站 還有火車東站 好 這集故事就結束了 感謝收聽奇珍異案 我是好奇 能玩夢 我經常一邊做事一邊在想 這一集的藝人母 又帶著惡名去發生什麼 稀奇古怪的事呢 如果你都跟我一樣好奇的話 那下一集 我等著你一起聽 第一百二十一集 那個李隊長聽到藝人母說 火車站會爆炸 他簡直就不敢相信 不是吧 自從早上北站出事之後 我們就馬上對東站進行排查 並沒有發現任何炸彈 更何況我們嚴防死守 就算是烏鷹想進來 都會被我們查一次 更加不可能會帶炸彈 這裡 哪有可能會有炸彈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我不是不相信藝先生 只不過 東站裡面 怎麼看都不像有炸彈 我不是說炸彈藏在東站 而是說炸彈會在東站爆炸 什麼意思 藝人母剛才說的那句話 整個整個的說到 聽又聽不明白 又不知道他的中心意思是什麼 不單止搞到李隊長他混陀陀 就連惡名和五藝兩個人都很不明白 接著藝人母又更清晰地再解釋一次 我的意思是說 東站現在雖然是沒有炸彈 但是到了今晚八點半的時候 匪徒會用炸彈炸毀東站 即是你說 炸彈有兩隻腳色行路 還可以穿個層層的排查 入了東站裡面 炸了個東站 李隊長自己講完之後 都有點想笑 但是 他就忍著 沒有笑了 他自己不可能去嘲笑藝人母 藝人母是他的救命恩人來的 炸彈自然是不會自己走路 但是 他會被某樣東西帶進來 而那樣東西 你們是沒有辦法排查的 他可以大搖大擺地進入火車東站 但是藝人母說完這句話 自己就笑起來 但是他這種笑 是很輕滅 他是笑 竟然沒有人聽得明白他的意思 個個都是吃飽飯 不用腦的人 到底是什麼 但是李隊長他 想來想去 實在是不明白 A人沒有所說的是什麼 怎麼可能有這件事 可以帶著個炸彈大搖大擺地 走入戒備森嚴的火車東站 李隊長的腦章都搞在一起了 但都想不到 更加就不用說 惡名和武藝這種菜鳥級的人 是火車呀 死蠢 接下來藝人母就忍不住了 就罵了出來 他原本還想指著李隊長的鼻子在罵 最後都死忍著 沒有伸出手指 這個時候 李隊長就仿然大悟 的確 剛入站的火車 是不可能完成排查之後再入站的 如果火車攜帶外面的炸彈入站的話 那就是輕而易舉的事了 那我知道了 魏先生 我馬上通知東站的負責人 讓他馬上停運所有的火車 然後李隊長馬上轉身 就想去做這件事了 別走著 停運所有的火車 根本就不是辦法 這樣的話 就算炸彈不爆炸 都已經引起足夠的恐慌了 魏仁武說得沒錯 正所謂 仁然可惟 如果通知火車停運之後 那全部人就開始猜疑 到底 是不是有什麼大事發生 一傳十 十傳百 百傳千 這樣就會以鵝傳鵝 最後 就算沒事發生 都會傳出大事出來 魏先生你說得對 那現在我們應該怎麼做 李隊長就知道 魏仁武既然可以提出這個問題 那他就一定有解決的辦法 這個時候魏仁武 又拿出一包藍嬌的煙 怎麼穿一支就說 不介意我先吃一支煙嗎 是啊 每次在討論很嚴肅的問題的時候 這個魏仁武肯定要吃一支煙 我可不可以說我介意呀 而惡明這個時候就插了一句話 你的介意無效 魏仁武白了他一眼之後就說 炸彈 會在八點半的時候引爆 而八點半入站的火車 一共有兩列 一部 是從重慶開往成都的 珠八五四八次高速動車 而另一部 就是從俄眉山開往成都的 C六二五八次高速火車 重慶的安檢不差得過成都 要想將炸彈從那邊運過來 可能性並不是那麼高 但是俄眉山就不一樣了 這樣的小城市 很容易就可以蒙運過關了 俄眉山的意思 是炸彈在C六二五八次火車上 這次李隊長說話的語氣呢 就很虔誠 他有點後悔 剛才還試圖在嘲笑魏仁武 他真是沒有猜到 俄仁武所說的 是他自己沒有想到 等等等等 阿魏仁武 你怎麼知道八點半 會有兩班火車的 你沒有背過進站的行程嗎 背下來 聽到藝人武說 背班車的列表 五藝真是整個人 吐著動在這裏 不是吧 這個是正常人會去做的事嗎 暫且就不說 好像神一樣的記憶能力 誰會這麼有空 去背班車表聲的 現在他知道了 成為藝人武這一挺人 絕對就不是偶然 他一定是有超乎常人的天賦 再加上堅持不懈的努力 而這些惡名已經見怪不怪 他之所以沒有這麼大的驚訝 因為在他眼裡 藝人武所做的這些這麼出奇的事 都好像吃生菜一樣的 加上便飯來的 這樣藝先生 那你說了 接下來我們應該怎麼做 很簡單 C6258 是晚上7點19分 從厄味山開出 現在你可以通知那邊的警察 叫他們加強戒備 然後火車開出之後 就要每一節車廂進行行李排查 一定會有所收獲 好我立刻著手去辦這件事 李隊長是一個雷麗風行的人 說得做就立刻去做了 藝先生 白虎難道還會去鵝眉山放炸彈嗎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應該截著他 不是 白虎不在那裡 他只需要給一個陌生人一大筆錢 然後給他一個裝滿炸藥的行李箱 就足夠了 那他在哪裡 對於岳明這句話 藝人母的笑笑口感 又沒有回答他 還差一顆炸彈 又會在那裡 岳明 你說在那裡 不知道啊 你都沒有說過 你就告訴我們 我們已經找到了五枚炸彈的下落 岳明 我們已經和白虎交手過這麼多次 為什麼你還不了解他的一些想法 我連你的想法都不可以了解 又何況他呢 你還記不記得 林隊長被綁架過一次 我託藍角先生 跟你說過什麼 當時藍角先生告訴我 從哪裡來就到哪裡去 那你說 我們是從哪裡來的 岳明現在的腦 就好像一憂和尚一樣 叮一下 他想到 然後他就大叫 對了 我知道了 我們是從火車北站來的 所以終點也會是火車北站 沒錯 今次醒目了些 事不宜遲 我們出發吧 岳明講完之後 就拉著藝人母 想出發去火車北站 但藝人母就放開岳明的手 急什麼就是急 謀事在人 成事在天 不打沒有準備的仗 去之前 我們好好策劃一下 要怎樣策劃啊 藝人母就摸著自己的八字胡蘇 陰陰嘴地笑著說 讓我打個電話給林隊長先 夜幕就慢慢降臨 那些人日後還在談論著說火車北站的爆炸 春雨路有炸彈等等 而這個時候就慢慢恢復往日的寧靜 該吃飯的吃飯 該去玩的就去玩 該追女的就去追女 就好像日後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而在這個時候的火車北站 除了多了一些巡邏的警察外 在這裡匆匆忙忙 人來人往的旅客 就一點都沒有減少 但是 在他們過往的人群當中 就有一個不是很一樣的男生 這個男生看起來約摸到十八歲左右 身穿著一件灰色家蓉的衣衣 眼神就沒有了神 而他的表情很緊張 整個人發生嘔鬥地 望著來來往往的人群 又或者他望的根本就不是人 而是這裡即將發生的恐怖事件 他看得越深 他的內心就越驚青 他越驚青 他的身體就震得越厲害 但是 他不可以讓自己的身體震得那麼厲害 他縮著身 努力地控制自己 不要那麼騰騰陣 劉益 接著 就有一把很溫暖的聲 叫著這個男生的名字了 這個叫做劉益的男生 順著那把聲就看過去 他看到 一個生得很清瘦的男人 出現在他的面前 而這個男人 就是惡名 但是劉益 不會惡名的 他就更加害怕了 又說現在 他不想惡名靠近他 他立刻大叫 不要靠近我 惡名 亦都停不下腳步 安慰他 劉益 你不要怕 我是來幫你的 我是你家室的朋友 不要過來 真的不要過來 但是劉益的聲 就變得很揭司抵你了 你千萬要冷靜 千萬不要怕 我一定可以救你的 惡名依然堅持不懈地勸他 沒有用的 真的沒有用的 劉益現在 慢慢地掀開自己的衣服 我身上都綁滿了炸彈 劉益掀開衣服之後 他的身子 竟然綁滿了土製炸彈 你們真的不要靠近我 我只要一動就會爆了 聽到劉益的喊聲 就好像一種哀求一樣 他在哀求著惡名 還有惡名身後的警察 希望他們可以離他遠一點 但是惡名他沒有害怕 他帶了專業的拆彈專家 慢慢地越來越靠近劉益 而火車北站的廣場上面 無關緊要的旅客也都越來越少 因為有一班警察正在幫他們疏散人群 你們…你們真的不要過來 不要過來 現在劉益的眼淚 已經止不住了 他大聲地哭著 不要擔心啊劉益 我答應過你姐姐 一定可以救你的 聽到惡名的聲音很溫柔 劉益忽然之間 就沒有那麼怕聽了 他突然覺得 惡名是可以救到他的 而這一切的一切 在一個來這裡不是很遠的地方 叫做鄉村基 那裡有一間屋 在那間屋的窗裡 站著一個很矮的男人 看緊張 而這個男人對眼 滾滾猶神 還透露一種很鋒利的光芒 這個男人 是楊希 是豐神會旗下百苦堂的堂主 這裡所有的一切 都是他一手策劃的 甚麼這樣好玩呢 這個時候楊希的背後 忽然間傳來了一把聲 楊希一看 就見到 搭著煙的偽人帽 已經站在他的後面 嗨各位聽友 歡迎你收聽奇珍二岸 我是全開 魏仁武這次一定會輸給我的 仁武 你說是嗎 喂 仁武 仁武 唉 又不知死在哪裡 這集播講完畢 下一集更精彩 多謝你們的支持 再見 第122集 上一集講到 楊希一靈轉頭 就望見仁武站在她的身後面 楊希就吵吵大笑地說 哈哈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 而仁武就慢慢走到楊希的旁邊 跟她一起欣賞 窗外面幾百名警察 包圍著劉益的景象 她就慢慢地說 因為這裡視覺最好 我猜你肯定想看看 最後的煙花綻放的時刻 所以你會在這裡 聽到這裡 楊希就笑不出了 為什麼無論我做什麼 你都看得一清二楚 如果你不是為了針對我 我根本沒有你辦法 但是 就是因為你開始針對我 我才有機會抓住你 蛤 你就確定今天 可以抓得住我嗎 我可以肯定 你今晚插翼都難飛啊 跟著楊希就從窗上走開了 來到香川基餐廳的中間 將她事先準備好的袋 拿出一枚土製的炸彈 扔在桌面上 對著店舖的客人就大聲喊了 我建議你們快點走吧 那些客人就順著一聲 望了一眼藝人舞 然後就望了一眼桌面的炸彈 一秒鐘 尖叫聲和奔跑聲 就衝滿這間餐廳 本來人氣爆棚的香川基餐廳 瞬間就變得兇嬌嬌的 就連店舖的員工都全部走過不休息了 現在瞧一眼 這間店舖只剩下藝人舞 和楊希兩個人 咦 不對啊 不止兩個人 角落跟著又鑽出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七個分別穿著警察制服 手都拿著手槍的警察 沒錯 他們就是林星神 張風雷龍 銷毀方榮華 楊文耳和尤爺 跟著藝人舞又滋滋悠悠地 拿著一張椅子坐下 楊希亦自動自覺找一張椅子 在藝人舞的對面 他們的中間只是隔著一張桌子 而那張桌子就放了一枚土製的炸彈 炸彈都是用膠布貼著一個計時器 而那個計時器 中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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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的 楊希就熟了一眼手錶就說了 還有半個小時就到我們約定的十二個鐘了 是呀 這件東西是我收拾的 現在都是時候還回給你了 楊希望了一眼桌面的炸彈 又笑著說 哈哈哈哈可惜了可惜了 就差一個而已 如果你的注意力 不是集中在我身上 以你的能力 應該可以拆到最後的炸彈 不過你就來了捉我吧 比起炸彈 我更加有興趣的是捉住你 啊 你就不關心那些人的生死嗎 那你又何嘗關心過他們的死活呢 嘖嘖嘖 你跟我不一樣啊 你是英雄 我是奸雄 你應該會關心他們生死的啊 我從來都沒說過自己是英雄啊 況且 我一直都認為那些所謂的英雄 都是蠢才啊 是嗎 我好像不多信吧 那就是為什麼 你一直都輸給我的原因 我能夠正確認識你 但是 你就一直錯誤估計我啊 哼 伯父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對手 唉 事件還沒結束的 我這邊還有一顆炸彈的 藝人墓也瘦了眼桌面的炸彈 好不褻地說 你指的是這個 哈哈哈哈 當然不是啦 我所說的炸彈 當然是廣場那一顆啦 白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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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有一個最致命的地方 啊 那就請次教次教啦 你不單止低估我 還低估了我的助手啊 A人墓就一邊頂頭一邊就嘆氣地說 好了 我們將視線 移回來火車北站的廣場上面 現在惡名 還在那兒竭盡全力 勸解劉奕 劉奕 你們快點走啦 你們快點走啦 走得越遠越好啊 你們救我不了的 我身上每個部位都有引善的 只要一動 就會爆炸的啦 就算我不動 到了八點半 我都會爆的 千萬不要放棄 你姐姐還等著你回家 你這樣自暴自棄 有沒有跟你姐姐想過 惡名這份人有一件事 是藝人武身上沒有的 就是他那一顆溫柔的心 一顆真實 又沒有雜念的內心 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的 但是他這顆心 比藝人武的力量 或者更強大 只不過是他自己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已 但藝人武就很清楚了 心和智之間 是物不可分的 有時候 心比智 是更為重要 智慧 解決不了的問題 但是 心 就可以了 惡名將自己那份溫柔的心 展現出來的時候 是足以可以融化任何人的恐懼 包括眼前的一個 劉益 說說說 劉益足之 就被惡名說服了 他現在的身體 就不再騰騰陣了 他這個時候 選擇去相信惡名 他不再絕望 是惡名帶了希望給他 眼看下劉益 再沒有威嘩鬼叫大聲大喊 惡名就知道 自己的勸解是work的 接著 他就大聲喊 劉益 我要你告訴我 你想要活下去 他說這句話 是需要劉益 再堅定一下自己 想活下去的信心 而劉益用盡自己的力氣 亦都大聲喊 快點救一下我 我 我不想死 好 閉上眼 立即就可以活下去 現在 惡名的手 拿著一把剪刀 慢慢地走到劉益的面前 好了 現在我們又把畫面 拉伸回來 向村基餐廳裏面 欺人母就指著窗外就說了 我是個完美主義者 我不找到我的個案 有一點點瑕疵 如果有瑕疵的話 對於我來說 和失敗沒有什麼區別 所以 我們兩個來賭一局吧 哈哈哈哈 我現在 已經是你到嘴邊的肥豬肉了 怎樣 你想怎樣賭呢 如果賭贏了 或者我還可以走得掉 我們就賭 廣場上面那顆炸彈 會不會爆炸 炸了今天怎樣 沒炸那又怎樣呢 如果爆炸的話 就算你贏 我放你走 但如果沒爆的話 就是我贏了 你就要乖乖地跟我回警局 嗯 不錯的賭局 無論怎樣看 都對我有利 本來我就在你手上 就算我不束手就擒 都插翅難飛 不過現在 我反而有了一個可以走路的機會 這個賭局 我賭 現在在火車廣場上 整班警察 拿著防爆盾牌 把劉益圍成一個圈 而惡明和一個拆彈專家 就一起在研究 怎樣救出劉益 劉益現在 閉上眼 默默地等著 拆彈專家就告訴惡明 他身上邊綁著至少十個土製炸彈 炸彈的波合範圍至少有五十米 而四支纏著無數條引線 這些引線錯中複雜 很難分辨哪一條是炸彈的引線 貿然剪券的話 不可能會立即爆炸 插翅難度很大 那也要想想辦法 只剩下十分鐘 炸彈的定時就會到 所以我們要快點才可以了 接著拆彈專家就開始摸索了 這些引線之間 是什麼關係 就連他都緊張到額頭飆了寒 而惡明就從他的袋子裡 拿出一條小手筋 不停地幫這個專家抹寒 時間滴滴答答 一分一秒就過去了 但那個專家一點頭緒都沒有 他還很擔心地說 不行 我拆不了這個炸彈 他現在的信心也都隨著時間慢慢流逝 一點一滴都被吞食了 加油 你一定可以的 但惡明就已經把這個專家當成救命草 他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他身上 希望他可以發揮自己最大的本事 救出流益的 但現在還有三分鐘 惡明看見專家對手都開始騰騰陣了 而他的思維也都沒有那麼清晰了 他現在整個腦都在想著爆炸的場景 而不是拆彈的場景 因為他的信心已經慢慢被時間打敗了 惡明站在旁邊 啪也不敢啪 他很怕影響到專家的判斷 現在這個時候就好像捉一盆棋一樣 你走錯一步棋而已 就會滿盆街輸的了 現在還有一分半中 那個專家的內心已經崩潰了 他就大聲說了 對不起 我無能為力 說完這句話 那個專家就說一聲 走老了 本來圍著整圈的警察 現在都開始慢慢地後退了 而劉益慢慢睜大眼 他的眼神裡面充滿了絕望 他看著拿著把剪刀的惡明還未走 還在嘗試找拆除炸彈的方法 哥哥 你走啦 我沒得救的了 我不想連累你 劉益現在真是不想惡明 因為想救自己 而失了一條命 但是惡明就頂頭地說了 我不會放棄 男人應該有擔當 我答應過你 答應過你姐姐 我就一定要救到你 如果因為沒有救到你 而狗活於世的話 我一輩子的良心都不會安寧 就在他們說這兩句話期間 半分鐘又沒有了 哥哥 我希望你可以告訴我姐姐 不要為我的死而難過 雖然我們爸爸媽媽走得早 但是我希望她可以好好地生活下去 找一個好的男人嫁了她 組織一個圓滿的家庭 不要等我們的不幸 再在她身上發生 劉益說這句話 是笑笑口地說的 現在在她的絕望中 忽然之間出現了一道希望之光 她衷心希望未來的日子 劉益可以快快樂樂繼續生活下去 你不要亂說話了 你要跟你姐姐說些什麼話 你都自己去說 我不會幫你去說的 惡明一邊回答劉益的問題 而另一邊 就自己繼續摸索 研究劉益身上的人線 哥哥 可以在人生最後的一刻見到你 真是好 接下來 惡明已經聽不到劉益在說什麼了 因為眼看 只有三十秒的時間了 如果惡明再不走的話 怕且也沒有時間走了 但惡明他意無反顧地留下了 這個時候 他忽然之間醒起 欺人沒有跟他交代過的一番話 在他回憶這段話的過程當中 時間就剩下十秒鐘了 劉益身上的炸彈的計時器 滴滴答答 滴滴答答 走在演奏一首奪命曲 十 九 八 七 六 惡明的心裡 默默地倒數著 嘩 理不到那麼多了 惡明拿起把剪刀 就對著一條貼近計時器的紅色引爆炸彈線 剪了下去 嗨 各位聽友 歡迎你收聽奇精疑案 我在這個故事裡 是扮演了很多二打六角色的主播 其中故事裡的第一個空手 都是我來演繹的 但是都是活不過兩集 哈哈 無所謂 這集就已經播講完畢 下一集更加精彩 二打六領領 多謝你們的支持 第123集 2016年1月14日 晚上8點30分 在成都火車北站廣場裡 有一個身上穿著灰色家湯外套的男生 身上綁滿了定時炸彈 稍微有些少不注意 或者時間一到 便會砰一聲爆炸的了 所以 她的樣子現在看來 特別驚青 而在她的周圍 五十米以外 就佈滿了拿著防暴盾的警察 他們或者 就會即將成為 望著這個男生化為灰盡的見證人 那定時炸彈 爆炸的時間是 8點30分 而現在 正正就是8點30分 炸彈 在這個時候 應該要爆炸的了 身上綁滿了炸彈的男生 是叫做劉益 劉益現在 閉上眼睛 靜靜地等著死神 帶走他 時間 是無情講的 一分一秒不斷地流逝 而死亡 就慢慢地迫近了 劉益雖然是閉上眼睛 但他現在已經害怕到 手 額頭 身 全部都是寒 試問一個人在死亡面前 有誰會不害怕的 一秒 兩秒 三秒 四秒 五秒 咦 六十秒了 時間現在從8點30分 就跳到8點31分 劉益 沒有死 他竟然沒有死 難道是死神在路上塞車 劉益就睜大眼了 火車北站 依然是那個火車北站 沒有任何的變化 沒有發生任何的爆炸聲 也沒有被炸彈炸到一大個坦 現在這一刻 他臉就慢慢地 露出笑容了 他突然間忘記惡名 惡名 惡名整個人躺在地上 雙手還拿著一把剪刀 而身就不斷在陣 惡名就整個偶像 望實在劉益 而他雙眼也沒有了神 他知道自己剛才已經用盡了最後一口氣 他現在整個身是虛脫的 就連手上的剪刀 他舉起也沒有力 而劉益知道自己沒有死 立刻就很開心地跟惡名說 哥哥 我 我 我沒有死 而惡名就揭盡全力 動了下自己的嘴唇 慢慢地說了一句話 是 你沒有死 我做到了 原來剛才就在八點二十九分 立刻就到八點三十分的最後一刻 惡名他滴起心肝 拿起把剪刀 對著一條貼近計時器的紅色引線 剪了下去 最終 就是這條引線 關閉了劉益身上 炸彈定時器的引線 只不過 惡名之所以可以救到劉益 不僅是靠運氣 隨便剪了一條引線 他為何要選這條引線 其實是有原因的 在藝人武全權委託惡名救人的時候 藝人武有叮囑過惡名一句話 盡量找到連接計時器的引線 只要拆除了計時器 就可以有足夠的時間 慢慢拆除炸彈 就在剛才最後那一刻 惡名才想起這句話 當時他仔細地觀察了一下計時器 就發現有一條 很不容易被人發現的一條引線 裝在計時器的背後 這條線 這十拿九穩是真正可以拆除計時器的那條引線 就是這樣 最終惡名就夠了劉益 炸彈沒有在八點三十分的時候爆炸 就在這時候 剛才那一群警察 現在又重新回來了 準備重新研究 如何拆除劉益身上的炸彈 而同樣 應該在八點三十分就爆炸的炸彈 還有一塊 是在離廣場 不是很遠的鄉村基餐廳 就放在藝人舞面前餐桌的這一塊炸彈 而這一塊炸彈 同樣是到了八點三十一分 都是沒有爆炸 而還是一直滴滴答答地在響 楊熙就熟了一眼桌面沒有爆炸的炸彈 他呢 又沒有因為他沒有爆炸而感到驚訝 很明顯 這塊炸彈已經被藝人舞改造過了 不會那麼輕易爆炸的 藝人舞這個時候 就大笑在這裡說了 哈哈哈哈 看來 我贏了 唉 看來 的確是你贏了 而林星神 他們重案了第二支分隊的人 就慢慢地靠近了楊熙 從現在開始 你下半輩都要進去坐了 白虎啊白虎 你總算被我捉到了 藝人舞也總算鬆了一口氣 畢竟這宗案 他在楊熙的身上 真的投入了比平時多了好幾倍的精力 楊熙就冷笑了一聲 沒有去答藝人舞剛才那句話 只是自動自覺地伸出雙手 等著林星神他們 踏他 林星神見到楊熙 沒有準備去反抗 就放心地拿出一副手塔 將楊熙踏起來 起來吧 跟我回公安廳 楊熙就很乖很聽話 從椅子上站起來 臉還保持著很酷的樣子 藝人舞在楊熙被他們帶走之前 對楊熙說 如果你願意交代風神會的一切 我相信法官一定會為你減刑的 楊熙就轉回頭 對著藝人舞笑著說 哈哈 放心吧 我是不會告訴你們 任何有關風神會的事 你們根本就不了解天帝的恐怖 如果我背叛了他 下場一定比坐牢更可憐 況且這件事也不會輕易結束 我們看著來了 哼 不告訴我都沒所謂 我一定可以抓你們 天帝吧 我一定要親手抓住他 唉 藝人舞啊藝人舞 我承認你的確很聰明 這個世界上 可以打敗我的人兵不多 但是你不要以為 這個世界上只有你一個聰明人 我們風神會 都有一個智慧上面 不差過你的人 你即使可以打敗我 也不見得可以打敗他 哦 你們還有這樣的人 他是誰啊 這一魂 楊熙真是把藝人舞的好奇心 完全勾起來了 楊熙就大笑起來 又沒有立刻去答他這個問題 而在走出了 向村寄餐廳之前 留給阿藝人舞兩隻字 原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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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想這個稱呼 越想到後來 他就越開心 整個人就好像好奇心爆棚 他已經很久沒有遇到過真正的對手了 就算這個白虎被藝人舞造成了這麼大的麻煩 但藝人舞也沒有承認過白虎是個像模像樣的對手 而這個原舞 或者才是藝人舞夢寐以求的對手 就在藝人舞還在鄉村基餐廳 一直在想著原舞的時候 楊熙就已經被林星神踏了回去 剛剛走出大門口 就見到五藝從角落頭到鑽了出來 走到楊熙和林星神的面前 五藝這個時候 就嬉皮笑臉地在說 嘿 林大隊長 林星神知道五藝這個人 他是今天藝人舞來送禮物的時候 見過他一下 所以他就問 你是來找藝人舞的吧 而楊熙這個時候 就用一種很奇怪的眼神 看了一下 眼前這個頭髮有點亂的 戴著黑框眼鏡的男人 五藝就被楊熙看得 全身都不追財 他一邊用對眼骨塞著楊熙 一邊就回答林星神的問題 魏先生是不是在裡面 我確實有些事想找他 不過這麼巧就遇到你了 所以我才禮貌地跟林隊長打聲招呼 進去吧 他在裡面 接著五藝就走進了香川雞餐廳 去找藝人舞 在走進去之前 他還很狼死地挖了一眼楊熙 而楊熙也很狼死地挖回五藝 五藝走進這間香川雞餐廳 就看見藝人舞自己一枝功在那裡發生偶毒 五藝就問了 藝先生啊 事情是不是終於結束了 聽到五藝的聲 藝人舞這個時候才在沉思當中醒發 他看見五藝就笑著說了 呵呵 是呀 搞定了 最終 成都又恢復了往日的寧靜 雖然各大媒體都在報導炸彈這件事 但成都的人民是很羨慌的 因為生活的柴米油嫌令到你 不能只記住一件事 而這個白虎造成的恐慌也以失敗告終了 今天的夜越來越硬 月亮就被濃黑的烏雲遮著了 整個成都就陷入了巨大的黑幕之中 而在這個時候 在成都明宇瑞瓦酒店的十五樓 某一個酒店房間 在一張床邊坐著一個四十歲左右 穿了一件黑色的jacket 這件jacket的顏色 好像可以和酒店外面的黑 融為一體 而這個男人 面長長 更重要的是 她的右眼是胸的 沒有眼珠的 她的樣子生得有點恐怖 這個男人一邊 用酒店的毛巾抹一把 康爾特網蛇左輪手槍 一邊就陰陰心心地說 我去殺了白虎呢 而在房間的梳化裡 還坐著一個穿著一條 紅色長裙 她的樣子就不算很驚艷那一隻 但身材呢 都算是我拿多姿 幾妖艷下的女人 雖然白虎就落在警察手上 但天帝現在就已經很生氣了 霸王龍你 絕對不可以動他 如果你動他的話 那個藝人帽就查你了 那個獨眼霸王龍 就冷笑了一聲說 那我把那個藝人帽也殺了就是 唉 你別小看這個藝人帽 她不是那麼容易對付的人類的 金師長 你要知道一件事 除了那個天帝之外 沒有人是我殺不到的 原來這個紅裙女人 正正就是和藝人沒有一個一夜激情的朱卓 張小燕 這個張小燕眼看就勸不住霸王龍了 唯有就求助另外一個人 歸城上 你來講一下 這件事應該怎樣做呢 張小燕剛才求助的那個歸城上 站在酒店的窗邊 兩隻手就放在背上 背對著張小燕和那個霸王龍 好像在欣賞著成都的夜景似 這個時候那個歸城上就出聲了 金師者說得沒錯 霸王龍是不可以輕舉妄動的 上次 迫不得已 讓你去救白虎 已經不小心把你的行蹤暴露給藝人母 他已經開始在追查你了 如果你再出手的話 我怕最終會順藤摸瓜找到你 雖然我清楚你的實力 但是為了以防萬一 我還是要把你保護起來 霸王龍一聽到歸城上這樣說 然後就放棄了剛才那個想法 好吧 你說怎樣就怎樣 就算霸王龍不出手 我們都不能讓白虎在警察手上 萬一他為了保存自己 背叛了我們 那怎麼辦 而歸城上現在就大聲地笑 笑著說 哈哈哈哈 放心 我已經安排妥當了 保證白虎這件事 萬無一失 然後歸城上 就從窗上走到他們兩個人的中間 酒店的燈光很通涼 完完全全可以看清楚他的樣子 可以看到這個歸城上 那個年齡不是很大 只不過二十三四歲左右 穿著一件黑色的衣衣 髮型就很亂 圓滔滔的臉上 還戴著一副黑框眼鏡 這一個歸城上 竟然是住在藝人墓家旁邊的 偵探小說家 五藝 嗨 各位聽友 歡迎你收聽《奇珍異案》 我是詩詩宇 在故事裡頭我是飾演 毒死自己老公的韓小君 還有很正義的女景 林燕 雖然兩個角色都活不過兩集 不過都很開心可以和各位主播學東西 我也有自己的專輯 沉默的證據 和新推出的 貓 歡迎大家踩上去留言評論 這集已經播講完畢 下集更精彩 多謝你們的支持